大家好,又來到我的頻道啦 看到這個場景想到什麼?我先來個配樂 直升機降落,很多那種高檔的上海酒店樓頂都有一個圓圓的H 就是飛機停機坪 我們今天來到土牛的飛機場 這邊的地形稍微有變化一些 很久沒有來了,來看一下 我們走最方便的角路,直接下切 經過一條小溪,就會到達我們的吊點 OK,Let's go 好,一路走就來講解一下今天的目標語 依然是想要針對五十俠來做調 那我們想要選擇的地點就是帶流的緩曲 然後拿重一點的石頭 大概十指或者十指一截這一種的大小 然後盡量挑圓形一點的 穿過草叢我們現在已經快要到西邊了 看了一下,前看看後看看 正瞧一下那一道長賴還不錯喔 然後我們接著往下走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溪已經有分成兩道 先經過一條小溪 那個應該是溢流出來的,或者是 因為它轉彎處嘛,所以說它的水會從 那個岩石慢慢慢慢穿越 從另外一邊又冒出來 感覺很像湧泉 但其實那個就是水流的流向 它遇到轉彎其實不是轉彎 它會直直的衝啊 只要它不是遇到土石層啊 或者是泥土層的話 它其實會穿越喔 穿越那些砂石區啊 變成一個天然的過濾器 所以有時候 上游感覺沒有那麼清澈的水 為什麼到下游變那麼清澈 有時候反向思考 因為它經過這些轉彎 又底綠 有種底綠的感覺 一種負壓過濾的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就踢個正步啦 踢一下,待會就到 沒有來過的同學朋友 粉絲們看一下這道長賴啊 好漂亮喔 它有一個圍轉彎 然後中途很多小落站的感覺 這就是我在當天攝影拍攝的時間 跟地點 全部推薦給你們 來這邊玩玩吧 腳路還算輕鬆 不過要小心喔 如果有放水的話 因為我們要過一條小溪 它是溢流出來 等一下放水這邊也是會溢流的 所以要小心 然後我們目前想要釣點在這邊 嗯,看一下 沒來過的釣場 沒來過的釣場不眠熟 又釣同步 先試一下 嗯,先把魚摳到自己擅長的流域裡面 再進行狙擊 不過這時候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犯下一個極大的錯誤 就是 不清楚流向 還有底部的狀況 所以調的耳料可能 偏輕或者偏重 導致把魚帶走 所以打 打幼耳的時候也是要注意啊 那當然 釣個幾套你就會熟悉了 那第一次來 就先試試看喔 嗯,它的流速有點偏快 比我想像中還要快 而且扣底感抓不到啊 所以我還要再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再試個擠桿 現在已經開始在調整木印了 把木印往上調 還有近期在大甲溪這邊做釣 有發現一個重點 就是 咳水的時候 魚反而不太會接半空中了 反而要釣到很貼底 也許 這時候的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都還在釣那個 中頂層 剛好摳底那個層 那個耳層 其實如果當天有想到 我們來釣一個全貼底 這種的大拖貼底的話 也許會不錯 因為渴水 拋了幾次發現 這次帶到了上個禮拜 或上上禮拜的吐司 拿去冷凍 他說不行 應該要冷藏 一冷凍的話 他整個筋性會不見 會變得很鬆散 很適合打SR 但是拿來釣的話 就不順了 拋太大力 耳會不見 拋小力 所以不到掉點 想一想 還要不要繼續 這時候我一直在思考 如果我的耳 換了 會不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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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會更好 Let's go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來去買包吐司吧 我那個吐司實在太爛了 我SR準備這麼多 但是我沒有吐司可以釣 所以不行 因為我龜毛個性 一定要用到最適合的東西 再用最適合的 如果半吊子的心情不釣 不只能釣大物 我也會覺得這條是運氣 我並沒有準備好 好 那就回程吧 回程還蠻lucky的 遇到一個認識的釣友 他詢問我待會還不過來 其實我想過來 不過中途又被朋友摳走了 所以下午場 也不是下午場 那就來兩個小時 就換點了 下午 再換 去我熟悉的 下游地段 滿地的牽牛花 我最喜歡停在這個 離西邊還有點遠的距離 這邊有個小平台 滿地的牽牛花 剛好 到飯點了 吃點東西 吃點東西 鏡頭有點髒屋 直接用我的 肉咖 肉手 回一回 開吃 我不要說一百公尺 五公里都沒人 吃飽再站 今天實在太落賽了 早上出發 到釣場 已經快十二點 直接開吃 吃完垃圾收回家 釣魚人是非常有品 我們從來不把垃圾丟到這邊 就算有垃圾我們也撿 多多乾杯 我的鏡頭逐漸母湯了 越來越模糊 起蒸氣 這條實在不錯喔 他直接在我前方 大概30公尺左右的一個潛流 潛流而已喔 我只是在試一下 因為我有發現有一些魚 試一下 哇靠 那一隻 臭味就給我衝出來 直接衝出來 真的是舒服 隨便 各錢各錢 到彈匣 打開 水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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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邊釣邊往上游尋去 又回到我的老點 不愧是老點 真的是有餘啊 而且很粗耶 前幾天還有 啪吊的 呵呵 大家聽到啪吊就會很興奮 不過這次我也真的蠻興奮 又一號也給我啪吊 啊 還好啦 啪吊一次而已 沒關係 這一次我就穩穩的穩穩的 把它倒了 倒了倒了 喔 手把截都有點小彎曲了 舒服啊 往後退 往後退 現在 我們要讓魚擱淺 這種大片的魚擱淺 它是不容易跑走的 因為它要翻正都有困難 不像苦瓜 你給它擱淺 不行 要整個上岸 或者是直接入網 入超網 它那個跳躍力 一跳就彈了喔 而且是翻滾 空中翻滾 旋轉旋轉旋轉 跳躍 閉上眼 就下去了 進來進來 有看到線 太大 大型的 直接不用撈網 用手抓 這隻四十好幾 漂亮 又是一個炮彈俠 這位阿兄 你釣個魚而已 這麼滄桑喔 一定是昨天綁線綁太晚 整個胡渣猴辣傻 哈哈 下課囉 下課囉 今天本來就晚出發 又東晃西晃 不過有釣到就好啦 開心 炮彈俠兩條 準備下課 今天的影片比較短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歡迎按讚訂閱加留言 也讓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如果有什麼想法跟建議的 也可以提供給我 這條魚很不乖 放了又回來 好 那今天時間不太多 來這邊還是蠻享受的 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歡去 西邊 那邊釣釣魚 享受大自然 看到這邊也四分鐘 如果覺得我影片還不錯的話 也方便留言給我按讚加訂閱 謝謝收看 掰掰 訂閱 謝謝